真人開箱這一集看到我們來到的是網球場 就知道我們要訪問的職業就是網球教練 網球教練他不是只有打網球而已 他還有拍戲 就是真人版的網球王子就要出現了 到底他在學網球的過程 還有到底為什麼會突然進軍演藝圈呢 我們待會會帶大家一塊開箱 同時我還要跟他來學學網球到底怎麼打 GO 這裡是要小心喔 你要小心等一下不要打網 第一顆就握了 正常人要五堂課的你現在一堂課就結束了 我們反拍的握拍啊跟剛剛正拍稍微不太一樣 你的右手握在下面然後就像跟人家握手一樣 的這個角度握起來 左手也是握手的角度握起來 對這個很重的東西往前丟 這樣嗎 然後一樣球拍要小心不要像3 對 要收完喔 這樣 對 好你試試看 3 沒事沒事看準 剛剛沒看到再一次 GO 3 有 國王 當網球教練大概3年多快4年 大學畢業那時候因為美國學生簽是不能工作 所以只能專心讀書跟比賽 對啊 所以那時候是回到台灣之後 剛好可以配合我平常演藝的工作啊 其實教練是還蠻自由的 怎麼樣的一個啟發 誰帶你去就是打網球啊 我家人我的爸爸以前也是網球選手 然後我阿公阿嬤也都是網球選手 阿嬤也在打網球是不是 對啊 所以我全家都是網球好手 所以我出生好像就變成沒有選擇 一定要學網球 不行 所以反正你第一個認識的球類 接觸到東西就是網球 就是那個綠綠的東西 其實我沒有印象我什麼時候開始學 我從有印象以來我就在打網球 覺得這是像你吃早餐 吃午餐 吃晚餐一樣 就是它是非常daily的事情 可是我會覺得這個是我該做的事情 但其餘的事情才是我喜歡 以及不喜歡 這是必須的就對了 每天每天要花多久時間跟網球相處 以前大概從幼稚園大班之後的生活 大概是早上6點40到球場 然後就開始訓練到8點多 然後進學校上課 12點出來吃個午飯 2點繼續練到6點 然後這樣每一天的生活 然後假日再跟我父親練這樣 再繼續打 對所以就是一週七天 我只有農曆休假 還沒畫紅修 就是我過年的時候才修 希望我能夠就是像我爸爸一樣 可能可以在國家隊的舞台上發展 對 好 誰知道 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我開始有在認真打比賽 大概國小二年級三年級那幾年 那因為我爸爸他以前就是國家隊的選手 那其實我任何一個新聞也好 或者是人家記得我的印象也好 都是國手的小孩的這個光環 嗯 就背負很大的壓力 對沒錯 所以其實就是我贏好像是正常的 我輸就會一堆人想 哇他怎麼今天會輸 然後就變成我壓力非常非常大 然後我還記得我第一篇有我照片的那個新聞的標題 就是說 網球國手的兒子在32強 門前止步 但是他們可能沒有看到我 是我會外賽已經打了 可能一兩天 贏了好多場比賽 我最後進會內32強我才輸 對 但是他的標題變成就是32強止步 希望可以戰勝這個光環 就是讓人家認識我 而不是認識國手的小孩 當初跟家裡有沒有一些 那個 當然一定有啊 這個開玩笑 這個非常的恐怖 那個時候就是 家庭革命 當然一開始不是直接的不練 家裡的人覺得我有在球隊 但其實我沒有在球隊 就開始去外面 覺得外面世界好像蠻好玩的 對 有跟家裡表態說 其實我沒有那麼想要 一直打網球這件事情 對 那時候其實 我的父親也沒有說 非常的不贊同我的想法 他說 如果你沒有想做一件事情 你要告訴我你想做什麼 不是只會說我不想 不想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其實我就也蠻認真去找去 到底喜歡什麼 是 才會慢慢的發現 就是演戲啊 音樂的這個部分 球員裡面我覺得我算數一數二 就是愛漂亮 就開始喜歡抓頭髮 開始喜歡穿好看的衣服 開始喜歡在意自己的形象 對 然後就覺得哇 平常就是爆章雜誌看到那些模特兒 都好帥好漂亮 如果我可以拍那些東西 雜誌那些就得了 開始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就才開始去找 看有沒有模特兒公司 有沒有缺新人啊 有沒有缺練習生啊 有沒有缺練習生啊 然後都到考整齊 嗯 那我覺得從一開始的挑戰 就是要讓人家能認識我 這是第一關 嗯 然後再有一個作品 可以讓人家看到 這又是第二關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前期的挑戰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 我是沒有經濟公司 是 我是自己在臉書 有那種 零眼圈啊 欸這個很容易被騙欸 對 我有被騙過兩次 真的喔 對 我國中被騙就是 那個模特兒公司說 哇 你就是 下一個誰 我覺得就是你了 嗯 我就是要好好投資你 但是 我們要先拍模特兒卡 然後你要先交錢 對 你先交一個小錢 我們先幫你輸出 等到有做出來之後 我們再上 前期大家就是互相嘛 我覺得Tina 那個時候14歲 好像也合理這樣 對我想說OK 那就拍 反正可以拍帥照 至少我可以拍帥照 然後就拍了 結果拍完就 就是只有拍照而已 然後也沒有把你push出去 就是也沒有帶你上去 他們都說有 但是其實就是 也沒有在熱絡的聯繫 可能八十點 我九點就到現場 然後就站在那邊 就是看看導演啊 看看製作人啊 說欸哈囉 我來了我來了 印象比較深刻的 應該是我的第一部電影 但是應該沒有人知道 我在那部電影 國片的酷杯 它其實是一個殭屍 有點像師宿列車的 喪屍的那種 對喪屍的 然後其實我原本是演喪屍 但是那個我上師妝都畫完了 特殊妝 全部的血 那個眼睛全部都上 導演看到我就說 你那麼高演喪屍 好奇怪 你要當人被人家咬更好看 然後就把我的妝全部卸掉 對 我就變成人 然後就是變三四個殭屍一直咬我 然後全面都被剪掉 然後最後剩下來 就是我們已經 血肉模糊了 所以也看不出來你的樣子 只有牙齒是白的 其他都紅的 所以根本也看不到你的臉 對 所以那個也不會蠻好玩的 就是但是拍的那個過程中 因為其實那時候是非常冷的 然後我們的列車裡面 就是充滿了血漿 然後我是泡在血漿裡面 然後是不能動 因為那血漿很黏 因為你的眼睛已經死掉了 對 然後會不聯繫 所以就是不能動 然後就是非常冷 然後其實就是 能想抖又不能抖 然後最後躺了很久才被拉起來 這樣子 自己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能拍攝一部 動作也好 警探就是 就是 警匪的那一種 對對對 那是一個自己的一個夢 希望大家在武打店裡面可以看到 你自己覺得網球教練跟 當藝人的最大的差別 當成就是運動啊 可以社交 但是演藝行業 我覺得這個是我真的喜歡的職業 然後也可以嘗試各種不同角色 人生的這個感覺 兩個都不簡單 但是網球 因為畢竟是我從小 就會已經會的東西 這當然是很好的發揮 但演藝行業這個目前 我們都還在連結 大家以後可以在這個更多的平台上面 可以看到呢 劉成在演藝圈推出更多的 不錯的作品 那當然如果說你也想要 學一下這個網球的運動的話 也可以來找你報名對不對 沒問題 我們球場的收費大概都是 一千六到兩千 一對一的話 一對一 差不多都是一千八兩千 這個價位 可以在很多平台上面 可以看到劉成的作品的表現 那同時如果你也想要運動 想要有這個培養一下打網球的這個習慣啊 或者是想要認識網球這個運動的話 也可以來找他來當教練 就可以更貼身的 跟他這個見到面來相處了 那如果還想要看我們開箱什麼樣的 各行各業各商職人的話 歡迎鎖定這個結入職人開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剪球剪球 頂一下 我太有趣了 哈哈哈 抵學費抵學費 其實蠻划算的 哈哈 一起剪一起剪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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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